回到國內 現在真的是情況不妙了嗎 氣溫明顯下降 就進入了禽流感的盛行期 養雞大縣彰化縣 在一月三號的時候 先是爆出今年首播疫情 七號昨天又傳出了 有氮機場染疫 短短五天 有三場機場染疫 連續撲殺 大約十二萬隻俗稱小雞的氮中雞 防疫所的人員全副武裝 在彰化這座養雞場撲殺機隻 在全數裝進袋子裡銷毀 因為這些雞已經感染了新型的 H5N2亞型高原型病毒 防疫所表示 因為氣溫下降 機隻的免疫力跟著不好 這時就是禽流感的流行期 短短五天彰化 已經有三座的養雞場染疫 撲殺了十二萬隻雞 防疫所也會加強消毒次數 來避免病毒擴散